应该有一个做好的 然后比如说我run他 理论上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就可以run的话runs把这个run起来 run起来之后的话 理论上我希望 然后我这边会有一个edge 刚刚那个做的流程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反正你第一个一定要建一个view 在你的view里面 建应该是建一个function say hello 1 say hello 2 然后return什么东西 这个一定是return一个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字串丢到网页上面的话 那你就是用http response 然后当然还要注意一下 因为用了这一个方法 那你必须要在这边input一下 这一行如果没有input 他会找不到这个response 不过他会记一下 他是放在Jungle里面的http里面 会有一个这个方法 那我们用利用这个方法 会会去丢一些东西 那底下的话say hello 2 其实主要是加一个参数 那参数多一个的话 你会发现哪边改变的 主要是在这边 这边多一个逗点的话 将来在你的网址上面 多一个斜线 所以如果会 那当然第一个view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开那个 就是第一个是views 第二个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专案里面的url位置 url其实就顾名思义 urls就是在网址上面会找到一个叫hello1 hello2 那记得这个hello1里面没有传递引数 所以不用再加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意思后面我要带一些 这个w这个反斜线w的话 指的就是那个英文或数字都可以 那加的话就是一个以上 一个以上的字元 那就把这个资料放在这边 所以如果把它run起来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是再带一个那个 如果我今天把它run上个礼拜应该就讲到这地方 所以后面 那我这边再加一个什么hello2 然后斜线后面 如果hello1的话就直接是print的这个结果 那个应该ok 然后hello2的话就是要多带一个什么 多带一个谁 比如说我把Terry我自己的名字打上去 helloTerry helloTerry过来 所以特别注意 带那个ur参数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刚刚看到的 其实就是在这边多一个usernate 那未来如果说你会有一个以上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可以再把这个后面再加一个 然后再一个斜线 那当然你ur里面也一样要再多一个 多串一个在后面 那这样的话可以接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所以如果BMI 如果BMI你要改写的话 你就是后面再多加一个变数 那他接过来的话 就比如说第一个是你的身高 第二个是你的体重 ok 他就会从这个地方接到你的那个什么丢过来的那个参数 然后呢你再做后续程式的应用 最后看你要怎么回答他 所以这个中间也许你BMI中间也许要写一点程式 那个程式的话 其实你可以拿什么 拿之前我们写过的东西来做修改就可以了 ok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部分 那其他还有像那个hello3 就是多一个什么呢 多一个那个就是样板templates 那相对的当然会比较复杂一点的 那样板的部分用的语法就不一样 不是用Response 而是用这个Render Render的话呢 一样取得request参数 然后把那个相关的这个样板告诉他 再来 不过特别注意这个地方一定要建一个templates 这个templates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样板 样板的话比如说hello3.html 实际上就这里 ok 并且在setting里面也要跟他讲一下 那将来的话他就会在这边找一下 有没有这个样板 有这个样板的话呢 那他就会后面下一个locals 他的位置在那个我们的根屋底下 然后你打开他的话 里面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参数丢过来 那另外我们有做多一个有点就是加时间 时间的部分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多一个那个input day time 把日期时间也丢到那个hello3里面 hello4的话就是多那个一些一些图了 所以hello3我们看hello3 这边的话我们一样这边改一下hello3 Terry ok 所以这边的话会多什么 欢迎光临 一样Terry 只多一个时间我把day time放进来 再来的话图部分就多一个hello4 4的话就是多一些图放进来 那这个地方hello4主要就是多第一个 这个图要放进来 ok 好 球你要先把它丢到正确的位置 第二个的话呢 这些样式有没有 就CSS 那要把它套用上去 ok 这些如果你都会的话 将来其实也足够大部分 我们会用到的那些相关功能 ok 所以这部分hello1234 主要是举一些我觉得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的相关的操作hello4 所以hello4的部分 我在static里面多一个CSS 把CS放这边 另外的话底下加一个image static里面好像就应该在settings里面 已经有做好设定 所以我看 在static的目录 在settings里面这个目录 所以理论上 你可以直接加在底下 他就可以找得到 ok 这个templates不一样 templates你一定要加这一行 如果你少加templates 这一行没有加的话 那他会找不到templates 因为templates这个名称的话 将来也不见得一定要叫这个名称 你换个名称 但是主要是要加这一行一下 让他知道一下你的templates在哪里 那再来就是你的其他部分的EWL4 这边的话就是 再把这个里面相关的东西放进来 那大体上应该ok 所以今天的话请各位 把那个Holo1234也许做个复习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再思考一下 那个判断年龄跟那个BMI的这两个范例 可以用啦 稍微改一下 画面先放